五二战争还在打 尾巴冲突又在进行当中 而很多的国家政治的氛围也是不太好过 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国家是东欧的波兰 明年要进行国会大选的同时 大家很担心的是波兰会不会走回独裁的老路 尤其是大家现在看到选举的结果会定定 未来波兰在五二战争的地位跟角色 先来看到的是目前执政党法律正义党 就是Kazinsky 他目前认为政策上坚持边界要加以捍卫 防止拥民以难民的身份入境 同时要保护波兰的农民权益 限制乌克兰的穀物进口 而提供老人跟儿童免费的药品 希望能够照度到那么多的人 但这一次法律正义党执政多年之后 学者专家就说 波兰可能会朝向独裁的方向来进行 而74岁资深记者甚至说 因为在执政党的打压之下 目前司法跟媒体疑似都遭到了控制 所以他离开了中央成立的波兰通讯社 转而来到德国之声服务 而波兰的新闻自由 短短的五年之内从群球排名的第16 调到了第62名 好 更正一下是从18调到62名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改革 到底法官会不会安插自己人呢 就引起了非常多的论战 在野党的公民纲领导 Tusk也说要取消执政党的司法跟媒体改革 同样他说要收留难民允许同婚 12周内的孕妇是可以堕胎的 看起来虽然感觉好像比较开放 但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偏向于右派 那1989年议会选举后呢 波兰的民主化应该在这一次 算是最重要一次大选 会不会再倾向于俄罗斯多一些 或者是未来在跟乌俄战争的地位跟角色 或牵涉到2025年选举的结果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